下一条消息 据公安部有关部门的负责人表示 厦门特大走私案的首要犯罪嫌疑人赖昌星 今天已经被加拿大的有关部门遣返回国 1996年至1999年期间 赖昌星及其他走私犯罪分子 在厦门关区大肆走私进口成品油 植物油 汽车 香烟等货物 涉案金额巨大 严重破坏了正常的经济秩序 给国家造成巨大经济损失 1999年4月 根据党中央和国务院的部署 有关部门组成专案组 对厦门特大走私案进行调查 同年8月 赖昌星畏罪自香港潜逃加拿大 并向加拿大移民部提出了难民资格申请 企图长期滞留加拿大以逃避法律制裁 加拿大有关部门经甄别 驳回了赖昌星的难民资格申请 随后 加拿大移民部启动了对赖昌星的遣返程序 并最终于当地时间2011年7月22号 依法将其递界出境 7月23号下午 中家双方在北京首都国际机场 办理了有关交接手续 随后 我公安机关依法向赖昌星宣布了逮捕令 并向其交代了包括聘请律师 为自己辩护在内的法定权利 对这些走私普通货货最大 来创新执行逮捕 一件 一件是吧 2011 2011 11 7 7 人约 2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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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的前度 20的前度 对 二几个是吧 可以 可以 名字上面 那期间 犯罪嫌疑人享有一家权利 一 享有辩护权辩解 二 享有拼请律师提供法律帮助的权利 详细内容在你接受第一次讯问时予以告知 听清楚没有 予以告知是什么意思 详细内容到时候会 一 报 顺 听清楚 好 据介绍 多年来中国政府对遣返赖昌星高度重视 各有关部门从严厉打击经济犯罪 维护国家司法主权和法律尊严的高度 坚持不懈的做了大量工作 加拿大政府为遣返赖昌星也做出了积极努力 赖昌星被成功遣返 对于促进中加执法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也再一次表明无论犯罪分子逃到哪里 最终都难逃法律的制裁 另据海关总署有关部门负责人介绍 自2001年4月专案组撤离厦门以来 在各有关部门的大力配合和积极努力下 共有31名潜逃境外的厦门特大走私案犯罪嫌疑人归案 司法机关严格依据事实和法律做了处理 海关机司部门正对赖昌兴涉嫌走私犯罪的问题 开展进一步侦查 侦查终结后将移交司法机关依法处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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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